当地时间12月14日 香港与内地在港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议 这也标志着国家13-5规划中 推动SEPA升级的目标提前完成 上午11时许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求红等嘉宾的见证下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傅自印 与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签署协议 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协议签订后 双方提前完成国家13-5规划中 推动SEPA升级的目标 把SEPA提升至一份更全面的 现代化自由贸易框架协议 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 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四个重要范畴 傅自印表示 随着这次协议的签署 一个新的机制建立起来 将对未来两地经贸合作 起到重要指导和促进作用 希望未来两地可以在国家 大发展战略下 有更多合作机会与平台 他相信 协议将更加有利 香港具优势的部门和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我以为这个机制的建立 对未来我们两地的经贸合作的发展 将会起到一个重要的指导促进的作用 另外SEPA的升级 那就说明内地和香港的经贸关系是非同一般 是最高水平的 这个自由化的自贸安排 陈茂波指出 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地经贸合作 踏上新的台阶 意义重大 双方会继续朝着贸易投资 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努力 进一步丰富和充实SEPA的内容 首先协议确立了香港原产货物 可以享受零关税优惠的进到内地 透过优化原产地的原则的安排 全面体现内地对原产香港 进口货饼的实施零关税 此外协议也加强有关 便利贸易的藏落 并且针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货物流动 定定有助加快货物通关的措施 协议同时深化 两地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有助香港的品牌 在内地的发展 据介绍 协议梳理和更新SEPA下 关于开放和便利货物贸易的承诺 在原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 引入以产品在香港的附加价值 为计算基础的一般性原产地规则 容许当前未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产品 只要在符合一般性原产地规则的情况下 便可以零关税进口内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